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眼上红着,你还不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在中国啊,中国经常干那个时候打中面孔冲胖子 打中面孔冲胖子 对,打中面孔冲胖子 这个时刻我看到一架飞机啊 一架飞机啊,一架飞机缓缓地就降落在那个北京首都机场啊 然后尼克松啊,尼克松来访问中国的啊 大雪天啊,大雪天啊,中国人又要摆出自己的豪气来啊 要跟尼克松啊,要上鱼这道菜啊,要鱼 那鱼现在这个时候到哪里去找啊? 还有新鲜,要新鲜,要新鲜 如果是国内老百姓的话,可能那个鱼啊 吊在屋檐下,吊了几个月了啊 可能挂在那边,无所谓啊 但是啊,人家的总统来来,要显示中国的大气来 一定要抓火仪 要抓火仪啊 要体现中国的那个泱泱大国的啊 要去抓火仪 那抓火仪怎么样呢? 那个年代啊,不像现在还有的机械射陪亚 可能都有那个机械的射陪亚来,都用不下去 那个时候没有啊,没有怎么办 人下水 那个时候的高科技,就唯一的一个高科技是什么 可以穿着皮衣服啊 皮衣服,这都也就穿到这里啊 那个头没办法的啊 但是啊,你即使这样的话 你驾到谁的,冷还是冷的呀 只是谁没验到身上,冷还是冷的呀 然后啊,赚钱动员啊 我们要为了达到美帝国主义啊 为了显示那个中国的那个强大啊 所以啊,为了达到美帝国主义啊,抓仪 这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啊 你达到美帝国主义的话,你干脆衣也不给他吃了 这个任务下来的好可笑啊 为了达到美帝国主义,我们下去转移 这个正式任务 这个不,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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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打脸还是什么 打脸,这没办法描述了啊 好像他们很听话 没有任何人提着反对意见来,就下水去了 哦,后来啊,后来啊,终于啊 来访问中国一个,原本结束了这个啊 原本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尼克松回到国内以后 有一天人家告诉他一个消息啊 尼克松未来的中国迎接那个访问,一个是访问中国啊 竟然冻死了好几个人啊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 尼克松真有句话叫我们中国所说的叫五雷红定啊 他以前是要当成吃到了鱼的啊 他想,如果说 如果说,我早知道为了那个 为了,为了 吃这个鱼,这个冻死人的话 我一样吃两个汉堡就可以了 但他,他脑袋里想汉堡 这个我都不知道汉堡是什么玩意啊 哎,里面什么高精确的东西啊 现在什么,汉堡大概什么一个东西呢 在这边大概一个六美元差不多 六到七美元一个啊 也就十二十三块,十二十三美元就够了 解决一顿饭的问题啊 他就是认为,就是我就是现任的总统 也就两个汉堡,也就可以了 用不着吃一顿啊,搞了还丢了几个性命啊 这个事情后来在美国传说起来啊 这个传说起来就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啊 人家就说你访问中国的时候 访问中国的时候 为了人家招待你啊 为了招待你吃这个鱼 还死了几个人啊 那个美国政府啊 和那个尼克松总统呢 受到那个人家的强烈的批评啊 基本上到了批判的程度的啊 我们门口的成本批评 然后严肃的 叫做那个批判 更严肃的要追究他的责任 哦,那个时刻我们称美国是敌国啊 美国,中国对美国来说是敌国 那反过来也是敌国嘛 互相对等的嘛 既然把帝国的 冻死了几个人在美国这边 宣传大夫啊 人家宣传大夫啊 要追究总统的责任啊 在中国那边啊 谁追究啊 什么都没有 还在争争自喜的啊 我们又一次打击了美国主义的嚣张企业 对外线上都打击了美国主义的嚣张企业啊 但是安弟弟啊 实际上 那边还有一个人叫基辛格的 在中国谈 谈事情的时候 哎呀 很多的拼命的巴结巴结他 实话告诉他啊 而且为了这个事情呢 那个基辛格啊 已经来过中国好几次了 这是保卫的情况下来的啊 他的飞机撑到哪里 是说撑到巴基斯坦 从巴基斯坦再转机过来的 为了保命啊 不是从美国直接过来的 实际上每次谈的时候 中国哎呀 点灯号要点灯号要 你别看这边在外面 外面讲的是个大大美国主义啊 在那个真正的残 但是常常都点灯号要点灯 点灯号要点灯 点灯差不多 中国人啊 像那个基辛格差不多 点灯号要成的九字都直角了 是这样的啊 你别看他们那个 对外宣传的时候 都这么强硬 还在打倒美帝国主义呢 那是老百姓的脑袋里面 都想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啊 但是这又来了 这又来了 怎么安排啊 这又来了安排到 大东西的下属去抓医 哎 是不是这个路差太大了啊 是不是要打理这个路差太大了 而且啊 后来及时后报道啊 这又来工程做到西到什么程度啊 要把 美国总统沿途经过的地方都看了一遍 然后那个九天里做错的地方都看了一遍 当时啊 酒店里到处呢 都没有那个标译啊 打倒美帝国主义啊 哎 最后呢 只要这沿途经过的就都把他骂掉了啊 然后那个 然后那酒店里面还有那个指示牌什么之类的 在他们看来 满眼看到的都打倒美帝国主义 这是正常现象 但最后呢 这个老老胡弟就是呢 政治敏感性高啊 因为引进一颗路红过来啊 所以他一路上不能出现这样的标译啊 他没有通知人家说的不能出现 因为他那个未来也不安不得打脸了吧 所以他是亲自去看的 不是说大规模模通知人家 通知人家以后就打脸的事情就被人家知道了 所以他自己打自己一点啊 一路趁着车过去就沿路 只要经过的地方都看一遍 都仔细看一遍 有没有达到美帝国主义的啊 如果达到美帝国主义的嘛 那把他骂掉啊 如果达到苏联那个达到苏秀的那留着啊 这不要紧 你说这个是不是一直在打脸啊 嗯 你说我们生活的死在政治一直在打脸啊 我们生活的那个死在一直在打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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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听到那个尼克松的故事啊 我想那个尼克松所生活的那个地板好像还正常一点啊 嗯 是吗 我刚才我刚才听到尼克松 那种那个故事啊 我感觉尼克松所生活的那个地方还正常一点 嗯 是吧 你想想嘛 按照中国人的话 连日本发生的地震都幸灾乐候了 那日本嘛 人家说发生过战争了 哎 人家口口口口口口口称的同胞啊 台湾那边发生的地震啊 大陆上面也是在幸灾乐候的 直接就表达出来 文字表达出来 你说 这个是不是路差太大了 嗯 好像 中国还没有开化的啊 那些人啊 还没有开化的 哎 你说 实际上 不是没开化 而是被 政府 用政治来教导的 哎 教导的这个人家说的 找不到 也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错的 然后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已经麻木掉了啊 麻木掉了啊 以为那个 那个环境就是正常的啊 在他看了 他也看了 打到美机 打到数据啊 哎 那是正常的啊 他认为这种环境就是正常的 所以啊 哪怕 说 美国人在访问的时候啊 他们还记得拳手 下水之前呢 下水之前 还还喊到了 打到美机各主义 然后再下水 烙一气 你说这个 这 这算什么事嘛啊 像 你看在 大洋体上啊 人家 人家告诉了 一个人说 你当时访问的时候 你吃到的那个一样 吃到的一样 是人家下水烙的 按照中国来说 我也没教你 下水烙这个鱼 是吧 同意的关系都没有 嗯 但是你跟总统难过了好几天啊 难过了好几天啊 他感觉这个是 自己的最后啊 你说一下 如果中国人也有这样的 也有这样的廉恥心的话 那就不是这样的 不是现在这样的中国了 如果中国人也有这样的廉恥心的话 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一个中国 如果像美国这样对生命尊重的话 也不止于在历次运动当中 死了一批一批的人啊 如果像美国这样的 嗯 什么 啊 就对生命的尊重 对生命的尊重 就不会 嗯 在历次运动当中 死了一批一批的人啊 历次运动中 死了一批一批的人啊 啊 啊 你想想吧 那你一个人过来 当当时这个 帝国 这样看待的啊 都当帝国看待的啊 帝国的老百姓死掉的话 按照中国的想法 就是信在乐会犯了 信在乐会犯了 信在乐会犯了 而且可以大层层层 按照中国人反过来写文章的 我们没有枪没有炮 就把敌人打倒啊 就会这样的 马上就变出来了啊 没有枪没有炮 你看 我觉得那些人 什么也不懂 吓死人就死掉了 哎 如果换的是美国人说 如果中国在现场 哎呀 我们去反问 反问这个 他们抓一致 也死了几个人了 或者动死了几个人了 哎 国内是 啊 肯定是嘲笑啊 嘲笑美国人这么 你看 你看 我们这个领导人这么厉害 人过去以后 他们就死掉了 人过去就把他们战胜了啊 这好像那个 我这样的故事 在美国说 根本就 没法想象的事情了 哎 哎 你说句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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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说感谢你 宁克宗总统 感谢宁克宗总统 感谢宁克宗总统 让我明白了生命的价值 让我明白了生命的价值 说完这句话以后 好像那个 那个手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下去了 慢慢慢慢下去了 这个手上有好多汗毛啊 这个手啊 好像是宁克宗总统的手啊 告诉你这么一件事啊 他想请你 带他 转告中国人民 表达他的怯意 表达他的怯意 你说我接收到这个信息了啊 我接收到这个信息了 我接收到这个信息了啊 我接收到这个信息了啊 看我挺重的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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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了啊 慢慢下去了啊 你说啊 将来我有机会 如果去美国的话 我一定想参观你的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在哪里呢 离我这边应该开车整半小时 对 你一刻弄的信息就在我这边 那个叫尤巴林拉 离我这边哈山的 就开车过去啊 开车过去 就半小时路 半小时路就到了 然后呢 他就有一个 他自己建的图书馆 一般来说 从总统位置下来以后呢 按照惯例呢 都一般来说 都会建一个图书馆 然后这个图书馆建好以后呢 捐赠给当地的政府了 就捐赠给 作为一个纪念 但我没去过 我好像也到了那附近了 那这时间不凑巧 你到了附近了 有这么一件事啊 好像 好像 既难过又高兴啊 难过的是 为了那个抓疑的人 抓疑的去世了这么几个人 高兴的是 美国人民还记得 记得这些老百姓啊 美国总统还记得 记得这些老百姓啊 但中国的 中国的 中国的 那一张网的好像 从来没有 没有把这个当回事啊 而且 在美国报纸上 美国报纸上 登出了一张照片 也不知道哪个记者拍到的 也不知道谁拍到的 这张照片呢 就是尼克宗总统啊 脸色很凝重的 看到那个 周恩来啊 吃那个鱼啊 周恩来是 歪着脑袋 哎 头伸到那个桌子 在这样吃它啊 尼克宗总统 可能 可能不习惯 中国的那个餐机 什么之类的 好像无从下水的感觉啊 要 他要看看 但是我们比如说 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国家 也不知道这个餐机 怎么样 或者筷子怎么样 因为美国人 喜欢用豆叉什么 所以换了筷子 或者用了其他工具 有点不太习惯 而且不知道 哪 怎么用的时候 他 就像我们一样 就会看到病人怎么 怎么吃法啊 然后 当他看到这个 这种感觉 歪着这把 伸着脑袋 就是人扶向桌子 这个吃相 脑袋这样的时候 把尼克宗 进了木灯口袋 他想 永远我今天 不吃这一顿 这一顿饭的话 我也不能露出 这个丑态来啊 所以他再次想到了 那我 我受这个对外 还不如我吃两个汉堡就可以了 所以 后来的这张照片 也在抱着灯出来 你想象都出来吧 你想象都出来吧 这种来吃的是在桌子 在桌子 不是 住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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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当当桌子 这个就当那桌子 当然是大小子了 他的头啊 这样歪着啊 这样刺激啊 这个丑态摆出太难看了啊 你至少有个卖别人 你稍微做的文雅姐嘛 然后你可能就看着那个最后来吃的 他就这样看着头 看着他的话 这个也太难看了啊 他将在美国从来没见过人这样吃法的 然后这个时刻 我又看到那个黄金叫车了 黄金叫车了 然后 一个总统啊 来到中国一个感觉还真不自在啊 说不清楚还真哪里也不自在 他到去世为之都没搞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是樱头转向的啊 搞得樱头转向好像那个 好像这个对他那个打击也挺大的这件事啊 尤其那个下属那个 下属那个捞鱼的事情 下属捞鱼的事情这件事就是 永远成为他的一个心结啊 永远成为一个心结啊 然后大概这件事情没有度假 应该是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啊 因为今天有点累了 眼睛有点这么大的感觉 我这个时候看到那个东方红卫星上升天了啊 东方红卫星升天的时候 你可能从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心里也是很严重严重的 他就想着 卫星是升天了啊 但是啊 这么几年过去以后 他就想着啊 这么长时间过去以后啊 他就想着啊 嗯 文明的程度有没有提高啊 因为那个我说 刚才有点那个眼睛有点震不开的感觉 也不知道是原子弹升空了呢 还是卫星升空了 升空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他就一直想着啊 中国的那个文明程度 有没有跟着一起提高啊 他很想知道这个答案啊 很想知道这个答案啊 你告诉他一下啊 不安心啊 他也不知道这个啊 你说 文明程度 没有跟着一起提高 文明程度啊 没有跟着一起提高 文明程度啊 没有跟着一起提高 文明程度没有跟着一起提高 文明程度没有跟着一起提高 你说啊 在研制这些过程当中啊 反而 冻死了 啊 刚才我说到哪里了 刚才我手机上 嗯 因为那个 刚才 研制那些东西过程中 哦 那是很多人 对对 我说 人家累以后 那个 土葬那个镜头 镜头一过来就记不住了 马上就跑掉了 然后 然后镜头一跑掉以后 你再回一灯又不记得了 就那个 一疲劳以后 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啊 然后呢 也就是说 他要想知道的啊 他要想知道的就是 文明程度有没有提高 啊 现在我们告诉他 文明程度没有提高 反而 饿死了更多的人 文明程度没有提高 反而饿死了更多的人 对 反而饿死了更多的人 应该是 刚才那个镜头应该是原子栏爆炸啊 听到原子栏爆炸这个消息 听到原子栏爆炸这个消息啊 所以刚才那个 一瞬间的时刻呢 嗯 我说那个眼睛呢 有点睁不开了 这么眨眼呢 一瞬间的一个东西上 在升空啊 所以那个镜头我就 嗯 没看清楚啊 没看清楚 然后 然后你告诉他 你看 你告诉他一句话啊 在中国有句话 说 说仓令时 耳之廉耻 有动一次了 啊 仓库的啊 粮仓的啊 有粮子吃了 人才知道廉耻啊 你说这句话 好像在中国并不成立 嗯 这怎么说呢 啊 对 仓令时 仓令就是仓库的意思啊 粮仓的意思啊 实实在的实啊 就是充足的意思啊 粮仓的 粮子住了 那么人就懂廉耻了 意思说 好像人家说 没有粮子的才出去讨饭 那么有了粮子 人家就不出去讨饭去了 哎 表面看起来是这样 但是呢 应该来说 随着那个生活富裕了一个 人有廉耻性 是吧 应该更 富足一点 哎 当时美国人都是这样想的 哎 因为中国是贫穷 才搞成了这么自私自利 或者那个很不文明的事 是不是我们那个生活水平提高了 哎 粮仓里的粮食更足了 那么就可以 更好呢 哎 美国人都是认为这样 你告诉他 在中国这个不成立啊 嗯 在中国这个不成立 哎 你说 应该来说 这个几十年呢 比当年已经生活 物质生活已经提高了很多啊 嗯 这个几十年过来 嗯 比当年的物质生活已经提高了很多 但是呢 文明程度 并没有提高 哎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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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对生命的 怜悯性同情性呢 反而下降了 哎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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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现在的状况比当年还要照顾 你告诉他一下 现在的状况比当年还要照顾 然后你要告诉他 谢谢你 谢谢你 你为中国的事情操心着 谢谢你 你为中国的事情操心着 你说 我一直留意着 美国的这些点点滴滴的文明 我一直留意着 美国的点点滴滴的文明 希望中国的将来也能像美国一样 希望中国的将来也能像美国一样 他听到这里一刻 怕眼睛就闭上了 眼睛就闭上了 眼睛就闭上了 原来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我还搞不清今天这个事情 一个这么的正常 还是我自己累到什么样的 好像眼睛也这么开了 眼睛也这么开了 我也是 我最近这几次的名牌 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也特别困了 那这个正常应该是你的吧 我进入那个角色 就是你那个角色 好像那个 已经迷迷糊糊的感觉了 而且身上还有揍着 那应该是你的正常 所以我刚才觉得奇了怪 这么眼睛这么开了 好像那个思路有点 有点转了慢的感觉 转了有点慢的感觉 还有人上身上有点燥热 最近这几次领牌都比较困了 不是 那是我就是这样的感觉 好像越来越困难感觉啊 好像可能那个假历史搞得 还有那些那个电影搞得 那个好像提供这些性子了啊 好 那你还有什么要说吧 没有了 好 那就学习先这样啊 好 不用选啊 好 不用选啊 嗯